最近呢就有看到很多人去吃那个 喇喇包了 然后我又很想吃 可是我又不想排队 那我们就在家自己搞一搞吧 现在我先来起碳了 碳很大块先把它敲碎 这种喇喇包用碳 可能比较好吃 比较好吃 比较有那个味道 比较有那个风味 所以我就决定了 麻烦一点我们来起碳炉 煮喇喇包 加辣哦 起到天都要黑了 都还没有起到 加辣加辣 没有活种 自己 只可以靠自己了 用点蜡烛是什么的 可以了差不多了 给它旺一点 哇 你上风是吗 刚才你讲 他在讲他上风 我叫他吃这个喇喇包 吃了马上通 OK啦差不多了 我觉得已经是蛮热一下了 OK 就放锅下去 预热先 就用这种最普通的砂锅 就够了 就可以了 中秋节不是要到了咯 你们反正都在外面 在室外嘛 不是自己来搞一搞这个喇喇包 我觉得蛮适合的 除了吃叶饼我们还可以 先吃这个喇喇包先 你看我这边准备了很多 要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材料 我的材料都非常简单 如报了 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喇喇 花肉片 再来就是这个鲍鱼片 我这个是一头鲍开玩笑 再来一些 一些香料了 蒜头 小辣椒 姜 这样把它切粗一点 切粗一点 因为这个煮汤了嘛 还有多一个灵魂在这边 就是这个小鲍鲍 啊 再来是胡椒粉是一定要的 哇 可以了啦 这个火已经够旺了 我盖都烧了 饿了 起到这个炭来 加油 加我的超级香油 然后我们先下 这些香料 姜 小辣椒 蒜头 蒜头切片就好了 给爆香 它的那个全部要金黄 我们才可以下喇喇的 OK啦 你看它有一点焦香焦香 我们就可以 等下我再给我旺一点 去啊去啊 OK现在是火力全开了 我们就下这个喇喇 好 哎呀 漂亮漂亮 然后你就炒这个喇喇 哎呀香香香 不好意思啊 手动的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我想他们做成应该是把那个 炭烧到很红了 啊 才拿出来 serve OK 你闻到香味了啊 我们就下这个 小杏酱 好烧性酒 啊然后给它滚一滚先 你等多一下 等它那个酒滚开了 我们再下水 OK OK 现在就等它滚起来吧 可以了 已经差不多要烧开了 你看水已经在滚住了 然后下一点点盐 也不要太重 下一点点盐 很重要的是什么 好喝酒混 整罐都拿出来了 好 把它转下去 哎呀 香香香 试一下味道 香香香香香香 非常的香 现在的汤底我们试到有淡淡的鲜味就好了 不要太过重味 因为还有下其他的料 我觉得是OK 哇 好辣 OK来了 鲜味的来源就在这边 这个是我切的鲍鱼片 放几片那去 丢几片那去 等它滚一滚先 如果你要吃它像外面的味道 因为外面他们用汤底 用汤底 用肉的汤底 所以肯定鲜肯定好吃 如果我们自己家里要 比较什么一点 你就加一点点 可以加一点点 加一点点味精 OK的 没问题 比较像外面的味道 今天也是 你看我们流这么多汗 人体是要吸收的 吸收糖分 吸收一些 咸 都要的 都要的 所以 OK的 你流了一身汗 这个汤滚了 我们就可以下肉片了 下肉片就可以开吃了 下几片先 要吃再烫 因为你烫久了 它也是柴 好 好 哎呀 水一碎 可以了 不会拍 OK special menu 火锅呢 我喝那个汤就很什么 就感觉不是太什么 这个呢 你拿汤来喝 就感觉一鸡棒 啊 超级鲜 超级超级鲜 超级超级鲜 我现在终于懂 这个喇喇包会排队的 你在家煮哦 也是会排队的 嗯 那肉吸收那个喇喇的咸味 所以那个肉 你不配酱都有味道 再去看看鲍鱼片 我是摄影师 哦 看到我吃 他都想吃了 味道汉料 每一滴汉水都是值的 嗯 拿个喇喇来吃 还OK 虽然讲不是最新鲜 哎 不是讲每个地方都很容易找到新鲜的喇喇啦 所以我建议你们可以用 冷冻的也OK了 我觉得 冷冻他们已经处理过那个沙了 所以可以放心煮啦 我觉得 嗯 真的是很好喝这个汤 我注重汤 也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啦 就 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很好吃的 好 准备好料 就直接煮 烫一烫 烫一烫 烫留一下 搞定菜 OK 好了 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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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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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